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和母亲被赶出家门颠沛流离 过得非常惨 然后就像普通人一样 读书 科举考试 最后做官 因为刚争不阿 得罪权贵 被迫辞官还乡 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开始对盗门的典籍感兴趣 然后开始自己看书 摸索修行 在感受到自己体内的七海雪山 修行到不惑境界时停止不前 然后到最后就进入了陶山 开始做官吏长书职的私职 在陶山里面工作 做图书馆的馆长 开始学习 拼命的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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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是跟这个一道人 也就是当年陶山的光明大神官 创立魔中的那一位 跑到知所观 偷看了七卷天书 就开始秀为大成 他的境界 这个不惑 进入动玄 进入知命 进入无拘 到最后进入无拘 无拘是规矩的拘 就是打破了整个浩天世界的规矩 那换句话讲 就是他成为了像浩天一样神的存在 然后他开创了这个书院 建立了大唐 为什么会建立大唐呢 因为当时几乎整个世界都在西陵的统治之下 百姓苦不堪言 然后生活的没有任何自由 也不可能有任何的信仰自由 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行为自由 所以建立大唐就是因为大唐的开国国君 也是一个非常洒脱的人 所以夫子帮他一起建立大唐 大唐的人行事不拘一格 可以信仰自由 也可以没有信仰 是唯一一个不信仰西陵神国的一个国度 到最后当夫子建立大唐以后又建立书院 因为夫子是经历过上一个永夜的人 因为夫子知道 每一千年浩天就会发动永夜来收割人间 来把这些人间最强者的念力全部为自己所用 所以夫子这一千年其实就干了这一件事 就在想方思法 几百浩天能够庇护人类 不死在永夜当中 他想找到跟他一起经历过上一个永夜的九徒和屠夫 九徒和屠夫比他年龄还大 甚至当年境界比他还高 然后结果九徒和屠夫不敢跟浩天一战 夫子就只能够收清传弟子 千年收了十三个敌传弟子 浩天做了一个局 从桑桑出生到成为宁缺的婢女 到这个宁缺进入书院 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浩天做的局 而夫子在知道浩天做了这个局 所以夫子就做了一个更大的局 把浩天都装进去了 直到最后 这个给桑桑体内留下人间之力 让他跟宁缺成亲登天与浩天一战 把天捅了窟窿 把天捅完窟窿以后 害怕外来陨石伤害到地球上的人 然后就化身为月堵住这个窟窿 来抵挡陨石 大家如果知道月亮的话呢 就知道月亮的表面有很多的陨石坑啊 月亮是地球的卫星嘛 如果没有月亮的话 其实很多的陨石都会落到地球上 是很危险的 一个陨石下来就有可能毁一座城市 而这个其实月亮的作用就是挡住陨石 所以讲到这以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作者猫腻啊 他对整个物理学的认识 对整个宇宙的认识非常的高 然后才创立了像夫子一样这样的人物 成为人间第一强者 成为人间的守护者 而且夫子这个人呢 放荡不拘 不是一板正经的 像西陵神殿的长教一样 让你信仰他 没有 信仰自由 你来到堂果又是信仰自由 来到书院更是信仰自由 他只是一个老师 他不想成为像佛祖那样的人 他更不想创立那些 所谓的那些宗教 他就是告诉弟子 做自己啊 你不要做我啊 你不要追随我 也不要崇拜我 更不要叩拜我 所以你会发现 西陵的教点 把人都变成了奴才 把人都变成了浩天的走狗 包括佛中的 也把所有的人的信仰 变成了佛中的信仰 夫子 他是希望让每一个人 成为独立的个体 你喜欢炒菜 你就在书院学炒菜 你喜欢绣花 你就在书院绣花 你喜欢写沾花小凯 你就在书院写沾花小凯 你喜欢下棋 你就在书院下棋 你喜欢荡秋千 你就在书院荡秋千 因材施教 真的是让你做自己 因为夫子认为 人生活的最高 意义 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就是有意思 所以唐国的百姓 为什么生活的那么安逸 要比西陵诸国的百姓 生活的 他们生活的很压抑 因为在浩天的世界里面 整个世界是封闭的 人们必须信仰浩天 夫子创立唐国 就是想创立一个开放的世界 甚至知道浩天 即将发动涌业 然后夫子做了一个 比浩天更大的局 就是希望能够开创 一个新的世界 让全地球的人 都生活在一个 这个自由的国度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厉害 曾经的九徒和徒夫 境界度比他高 也比他活得久 曾经的西陵神殿 已经存在了上万年 夫子只用了 不到一千年的时间 这个唐国的地位 就超过了西陵诸国 书院的地位 已经远超这个西陵 然后他成为 整个人世间最强者 而九徒与徒夫 贪生怕死 躲了一千多年 像狗一样活着 到最后还成为 浩天的走狗 其实你就一对比 就知道了 九徒和徒夫 就算活着 浩天赐你永生 你的生命有意义吗 你像奴才的一样活着 就算你能永恒 你能活一万年 又能如何 为什么说 夫子的境界高 就是因为夫子认为 就用这句话吧 这句话是我经常说的 叫做 死亡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压根 就没有活过 这个用新世界 这个电视剧里面 金海的那句话 你们压所有人 活一辈子 也不如我金海活一天 就是这样 一个人像九徒和徒夫一样 贪生怕死的 活着到处躲避 那还不如死了 算了 而夫子是游历人间 尝尽人间美食 每天人生最大的事 就是吃好 喝好 睡好 玩好 这就是至高境界 真的是讲了生命的意义 所以夫子真的是 像神一样的存在 然后直到最后 他其实可以选择永恒 但是他为什么敢于登天一战 而且化身为月 就是为了拯救整个世间 夫子认为 人生活着的最高境界 是有意思的活着 然后呢 那如果说 你今天做的这件事 又有意思 又有意义 那就更好 所以夫子 刚开始这一千年 他活得很潇洒 他活得很自在 但是最后 他虽然化身为月 死了 但是 虽死又活吧 他最后又选择了有意义 因为反正我已经活了一千年了 够本了 该玩的都玩了 该做的也都做了 那我现在就 再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多好 让你的生命再次升华 这个境界真的是太高了 他跟周老师的教育 真的是不谋而合 而且郑少秋演得真好 所以大家真的 一定要跟夫子学习 一定要看江野 西陵神殿那些人 天天好看 嘴巴里喊着光明 做的是全世界最龌龊的事 我觉得这个隐喻 真的是 真的是太牛逼了 真的是要认真的看 然后全世界仿佛只有父子 带着苏燕是清醒的人 当桑桑是浩天的时候 当桑桑是 这个冥王之女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在追杀桑桑 而只有苏燕在保护桑桑 当桑桑已经化身为浩天 准备发动涌液的时候 只有苏燕敢于浩天为敌 而剩下的西陵诸国 我都觉得 真的是 虽然很讽刺 但是 但是听 讲出了 道出了世间冷暖吧 桑桑是冥王 全世界都追杀他 只有苏燕 保护他 然后全世界都以 唐帝国为敌 结果发现 冥王就是浩天 浩天就是冥王的时候 他要发动涌液 要杀死人间所有人的时候 苏燕开始与桑桑为敌 然后结果其他的西陵诸国 反而臣服于浩天 这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 当这个 当这个父子登天一战的时候 世间诸国应该跟 应该不是跟唐为敌啊 应该是跟苏燕站在一起啊 团结人间所有之力 才有可能抵抗浩天啊 但是 普通人就是这样 所以 很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真的这本小说值得大家看 看完以后 你真的有可能会开悟决心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活成像夫子这样 夫子也有脾气 也不是说没脾气 夫子很善良 也有脾气 当这个柯浩然登天一战 死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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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时候 那他也单见 上陶山 砍尽 西陵所有 所有陶山 对吧 最后登天一战的时候 还不忘 这个一脚吧 整个自首官全部踩塌 杀死 杀死人世间 所有有可能以书颜为敌的人 因为他要保护人间嘛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帮助唐帝国 建立唐国 结果这个唐王 听说吃夫子的肉 有可能长生不老 要杀夫子 那夫子一见就杀了这个 杀了这个唐王 所以老头 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他演出了生命的真谛 真的很好 然后 希望 大家都应该 看这部 小说 都要活成像夫子 这个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们 如同爱自己 提出 Abbott 匿名